我很少看別人這樣看 怎樣? 怎樣? 我不討厭 有人比我多高 周潤發同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 認品牌邀請會面 兩大男神激寒同框 魅力逼人 發哥不單拿著手機幫家朗拍照 有大盞劍神高大帥帥 有瀟灑 如果在螢幕見他 有一招他在打金牌那一箭 嘩! 嘩! 很有型 最難忘的有一刻 過了身邊還可以盜劍那一刻 嘩! 很瀟灑 劍術真厲害 我對花劍這件事不太熟悉 不過我看見他打得很瀟灑 而且很漂亮 我將會有這麼衝動上去學花劍 因為我也挺喜歡這一下 很漂亮 一會倒轉角色來做 你教我去打劍 我教你去做 好,有機會可以 我想了挺好玩的 家朗在發哥面前顯得又緊張又尷尬 多得見慣大場面的發哥緩和氣氛 才令家朗送回膽氣 剛才看到發哥的時候 就有點不敢相信 為什麼 因為通常看的時候都是在電影的時候看 對,也有看過很多不同的電影 法國做的電影 你第一套看過什麼? 我看第一套應該是《賭神》的那些 是《賭神》 然後有朋友介紹看《英雄本色》 還有《風雲》那些 嘩 我很喜歡 一直都知道法國有去行山 又會跟市民去拍自拍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我很值得去學習的 當我今天還看到他的時候 我覺得他很… 是否應該用親文去形容 在我的腦裡 法國是一個巨星去拍電影 看到他我也有想過 會不會很大壓力 會不會… 我怕自己可能有時候做錯了 就是… 自己說話說得不是很厲害 要剔很多不同的剔 但是又… 法國很好地帶著我覺得 整件事都很舒服 聽到家朗的感受之後 法國立刻以長輩的身份 傳授一些寶貴人生經驗給對方 希望他終身受用 我本身自己出身 都是… 大家知道我從哪裡來的 當你有了的時候 你的底部不會被人… 就是… 你始終是那裡來的 其實香港每一個階層 每一個人出人頭地的人 他們本身都是由基層開始做到這樣 就是當你輸的時候 你不要發火 就是當你高的時候 你自己要按自己下來 是吧 當你低的時候 你要提起自己 你不要覺得自己很坎坷 當你高的時候 你不覺得自己很高貴 其實… 中庸之道是最好的 是吧 我都不是一出來 就可以拿到一個金馬像影帝 或者是香港年金融影帝 是要經過很長的鋪排 這些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經歷 所以我很驕傲 你是可以香港第二面金牌 總之是回歸之後的第一面金牌 是